現在跟大家介紹這個Lab8 BJT2的實驗部分 我們有三個實驗 第一個實驗是利用特性曲線與負載線 來觀察它們工作點上RB跟RC會造成什麼樣的影響 那實驗2就是利用幾種不同的偏壓電路來比較它的穩定度 實驗3就是觀察這個Bypass電容對增益電壓增益的影響 首先實驗1是一個SELFBIOS 就是collector to base的偏壓電路 那就是我們要量測這個偏壓電路當中的 C1電壓 B1電壓 IB電流 IC電流 根據這三種RB RC的組合 然後分別比較第一種跟第二種組合當中 這幾個值的差異還有1跟3的差異 基本上1跟2這個RB的差別不大 所以這幾個這幾個電壓電流的差異不明顯 那1跟3的RC差異比較大 所以它就比較明顯的差別 那請各位注意就是量測這些值的時候 要用善用電錶去量測電壓 那如果電流不方便 直接量可以用電壓和電阻來換算電流 然後就不會用試劃 Krня 測量測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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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測âte 那原則上改變R B i B 會相對的改變 就可以影響到 IC 的改變 那IC的改變跟負載線的焦點就會造成VC的改變 這是一種改變的觀點 另外一種是RC的改變 RC的改變會造成負載線斜率的改變 那這個改變自然會跟特性曲線的焦點也會有不同 同樣的會造成VC的改變 請同學就是針對這兩種變異去瞭解 特性曲線跟負載線 IB跟IC之間的關係 好,實驗2要用三種電路去看它的偏壓點 對不同β的穩定度 首先就是要調整RB的值 讓電晶體都可以停在VC1等於5V的時候 那有三個電路 1,2,3 我們就先拿固定偏壓來說明 那旁邊還有這個4電主式的Voltage Divider Files 還有最右邊的這個Collector Toolbase 這個Self Files 那4電主式的BIOS 主要是靠射擊回收電主 那Collector Toolbase的BIOS 本身Collector Toolbase就可以有穩定的作用 也附加了射擊電主 所以它是一種混合的變壓模式 好,那我們先針對這個第一個電路 調整RB 讓VC1能夠停在5V 然後就記錄VBE、VC、IB、IC、BETA等等的值 這個時候先不要送輸入訊號 把值記錄了以後 填在report表格 接著再送輸入訊號 而且要把輸出 能夠透過輸入訊號的調整 讓輸出能夠盡量做到最大的輸出 而且不失真 那 這個 這個輸出 調到 封對封的最大值 而且不要有任何的 失真 就是看你輸入能調到多大 讓輸出可以有這樣的作用 接著就 把輸入書枝的值記下來 還有微縫 還有微縫 用這個 示波器的照圖 量測P2P的VALUE 做完了一個電晶體之後 再換另外一顆 這個電晶體 這個電晶體 β要有10 10 差距有10以上 那條件跟前面的一樣 先是repeat的第二步 計算 相關的Vb Vc Ic Ib β 而且把他們的差別 就是delta vc 算出來 然後 再把輸入訊號送進去 就是step3 不需要調整任何東西 然後 記錄 vout 和微縫 Vin 原則跟前面的第三步是一樣 這個做完以後 再換另外一個電路 再做一次2到5 然後 再換一個電路 再做一次2到5 然後 就 重複步驟2到步驟5 針對三個電路 之後再比較這三個電路的差別 看哪一個比較穩定 哪一個比較不穩定 三個電路 都是調到5伏特 然後兩側偏壓點 兩側訊號 再換另外一顆電晶體 β 跟原本的差距在10 然後 再做一次 那請記得 你的兩顆電晶體 分別是第一顆跟第二顆 順序不要搞錯 每次實驗 都固定的用其中一顆 再做另外一顆 當然這邊也是一些提醒 這個RB的值可以參考這些結果 量測IB的電流 請直接用安培計串連 除非 你的安培計的檔位不夠小 量不到 才會考慮 用 電壓差 換算 那你如果要算電流的話 也要把RB上的電流 扣掉R2上的電流 才會是IB的電流 至於最大而不失真的波形 就參考這個圖上面 像 這邊這個波形 就是MASMA Without Distortion 那 這邊這個 波形有被CLIP 接播 就是 Distortion 至於 像這個波形上面比較旁 下面稍微細窄一點 這不算Distortion 這個不算 只有接播才算Distortion 所以這個訊號即便接播了 訊號都比前面稍大一點 因為它的β 這個電晶體的β比較大 所以前面的波形 已經最大而不失真了 換了下一個電晶體以後 它的爭議就會更大 它自然就會失真 希望各位了解 好 實驗3 就是實驗2的第二個電路 那我們送10kHz的訊號 20mV VPP 就是正幅10mV 就是正幅10mV的意思 分別記錄Vin Vr來算 增益 做完以後 就改成 用503的電容 再量一次 計算增益 我們這邊有提到 用4.7電容 來做這個 repeat這個步驟 第二步 跟這邊一樣 一樣的算一下 增益 各位會發現 增益 會不一樣 這個是 我們要各位做的 就在寫在表格裡 再比較一下 提供給各位的電路就是 左邊是電阻 就是common emitter with RE 右邊是並連一個 bypass電容 所以就看不到RE了 他就變成純粹的common emitter 那這樣的作用是為了 讓電晶體在直流偏壓下 可以保有射擊電阻的回收穩定性 可以提供一個更好的偏壓 那當交流訊號看到電容C1的時候 就可以不受RE的影響 可以讓放大器 達到更高的增密 所以不同的電容 也可以有不同的效果 這個就請各位一併量測 至於我們也希望各位可以量測頻率響應 如果各位做頻率響應 我們就是可以給各位當成加分體 我們就可以給各位當成加分體 我們就當成指定體 同學就都要做完 做頻率響應的時候 你就可以針對沒有電容 還有4.7的電容 還有503的電容 總共三個電容 來量測頻率響應的波形 然後計算一下它的3dB點 理論上是低3dB點 當然也可以了解一下它是哪一種電壓電路 哪一種濾波電路 這是幾個圖例 這是沒有電容的 增益比較小 有了電容以後 增益有變大 在這個頻率下 50500 這看起來比較小 但是格數不同 因為有更高增益的地方在高頻 如果把這一格調高 看到它的大小 跟C1 圍繞C1已經接近了 所以如果調到50 會更高 所以增益已經大了一倍 這是503的狀況 那4.7也請各位一併的來做 如果做頻率響應 就是加分功能 如果只觀察10kHz 如果只觀察10kHz 就是一般的實驗必須要做 至於如何用頻率響應來量測 主角就用這個圖示提醒各位 原則上我們要觀察頻率響應 就是用可以掃描頻率的函數產生器 送到濾波器裡面 希望濾波器可以觀察出不同頻率的時候 看到不同的輸出幅度的大小 作為頻率響應的觀察 那我們在試波器的使用上 會希望讓函數產生器產生一組 隨著不同時間的掃描頻率 從低頻掃到高頻 那這個訊號會經過濾波器了以後 就可以輸出看到它掃描的結果 但是要觀察這個信號以前 我們需要一個同步訊號 也送到實驗器 所以函數產生器要產生一組掃描訊號 還有和這個掃描訊號一致的同步訊號 所以同步訊號會送到Channel1 直接送進示波器 掃描的訊號會先進濾波器 再看濾波器的輸出送到Channel2 所以這個做法就像我們在這裡定的掃描的條件 同步訊號送到試波器的Channel1 掃描訊號送到電路的Input 再把電路的Output接到Channel2 然後我們會觸發通步訊號 就是Channel1這個訊號 至於Swift的設定 就參考這些結果 10Hz 1MHz 100ms 再用Marker去觀察 它的Falling Edge 去觀察 你想要觀察的頻率 是在哪個地方 這些點 Swift 希望各位理解 好 提醒大家 你要做實驗的時候 實驗2跟實驗3 實驗2的第二個圖 跟實驗3是一起 是同樣的圖 所以你如果有需要 也可以一起 來做 那 看小訊號的時候 要用交流核來看 那記得就是正幅 盡量的要去核式的大小 量電流可以用電壓換算 但是電流值太小 就要用電流表 那一般直流值的時候 都可以用電壓表 那如果用試波器的話 就要取平均值 而且幅度要適當 檔位要適當 那我們之後要進行期末考 有上機跟比試 約兩個小時左右 請各位參考這些結果 這些範例 可能考試的方向 那 我們的期末專題 也是 先提醒各位 大約就是 針對這個大神功的實作 那 大神功 也可以配合其他 光感節能跟火災警報器的應用 如果各位有興趣的話 如果各位有興趣的話 好 以上是 我們的 這個 10座3 10座 YouTube Label 8 三 三 1 2 使用